凳子和床都是可以短在停歇的东西 而被带上了一段流浪的路 我可以这么想 就是说我把家里的东西拿到外面去 就是他们本该在室内 但是他们又到了户外 其实他们在户外是一个不太适应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觉得最主要的重点在于 我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出去 是我脑子里一直以来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非常想要摆脱这些生存的物资 我非常憧憬一种流浪的一种状态 但是我又知道自己不太可能会这样子 因为我脱离不了这些东西 所以呢我就进入了一种虚假模拟的状态 我把他们带到户外 然后跟他们相处了一段路 然后体验到其中的艰辛 然后最后我就把他们带回来 在走这段路的过程中 有没有一个地方让你觉得说 虽然这里没有屋顶 虽然这里不是在一个家里面 但是你仍然想在这里停留的呢 其实我真正在做这个行为艺术的时候 并没有看起来这么享受 没有那么和谐 其实我觉得更像是这种苦修吧 我背他们出去 重点可能就是不在于我遇到什么人 我重点在于就是我背他们出去走走 就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愿望 还有就是这组作品吧 我想探讨的点 其实更侧重于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首先想要实践这个行为的人是我 是我想要做这个艺术 他们是被动的配合 其次呢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 他们其实已经表达了不满 这个不满就是说通过他们的硬邦邦的身体 和他们的重量 来压得我腰酸背痛 你之前有拍很多住在街上的人 管他们叫做没有屋顶的现代人 说他们是处于一种夹缝中 处于矛盾和尴尬之中 你是怎么理解这里的这种矛盾和尴尬的呢 我觉得从直观的感受上 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种矛盾 明明是一个流浪汉 他却比我们还要整洁 应该不会是一个粗闭之人 他有可能受过高等教育 也可能刚刚成为一个无家的人 干净整洁其实是一种尊严和体面 城市流浪者几乎是一个全球的现象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日本纪录片 提到过有一些日本工心族突然消失 去街头过一种没有身份的生活 所以我们见到的流浪者 在这之前可能跟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所以当我们看见他们的时候 我们会把他们视为一种不同的生物呢 还是说觉得其实这种身份是可以被转换的 我经常拍他们 其实我在他们的身上投射我自己的恐惧 对我而言 我觉得我自己很难回到那种没有屋顶的状态 但是你自己却又想寻找这种没有屋顶的状态 这是属于个人内心的一种矛盾吗 是 又不完全是 因为真正的流浪者是不可能背着这些东西去流浪的 流浪者最重要的就是舍弃 舍弃的又何止是家具呢 有可能是自己的亲人甚至配偶孩子 因为我放不下这些东西 我依赖这些物资 所以我就走不了很远 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所以就反映了现实和理想差距其实非常的大 而且这个差距其实完全在于我们自己 很多人就很想去实践啊 诗和远房之类的 但最后呢 只能在自家后院的小区溜带一圈 所以我觉得我是比较天真的 想要去过一种没有屋顶的生活 但是又充满了矛盾 就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 就是说这件作品诞生了 当你说人没有办法脱离这些生存的物品的时候 那对于这些有功能性的物品来讲 没有人的存在 那他们会不会也丧失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而成为一种没有屋顶的状态呢 就是虽然说从现实点说吧 床和凳子是道具 他们是没有生命的 但是如果你认为他们是活的话 并认为有主观感受的话 我是表示认同的 因为我的思维方式也是这样 如果我拍一样东西 我在他们身上没有觉察出感情的话 我又为什么要去拍他们呢 只是这个感情其实不是说 它里面附生了一个灵魂什么的 其实更像是我把自己的感情 投射到了他们身上 所以我通过物品看到的其实是我自己 我觉得艺术它就是一个打包 把所有的感情 所有的细节都打包到一个图像 或者一个抽象的东西里面 然后大家去看它的时候 各去所去感知到自己能感知到的方面 有可能跟人家不一样 但是对我而言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们是处于这种没有屋顶的方态 如果你选择一个地方 你可以像这些流浪汉一样去流浪一段日子 你会选择在哪里呢 其实我有想过 我有想过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流浪汉有一点非常好 就是说它可能就是没有身份 没有人去关心他们的身份 所以做他们根本就没有门槛 你就几乎只要自我放逐 我想做一两天流浪汉什么 都是可以的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不一定能做到这些 我可能比他们焦急的多 因为我在拍他们的时候 除了刚刚我说的有点佩服他们 还有一种更多的是一些 无形的恐惧在笼罩着我 原来读的是经济 然后我突然有一天 我觉得哎呀这样不行 好像我不从事艺术会有点遗憾 就可能突然有一天我就想通了 然后我就抛弃了这些东西 然后我就可以去实践 我精神上的一些东西 这个东西都是非常难说的 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就做了这个作品 反映了我现在这个阶段的心理状态 可能运渐一路可以脱离它 可能也有一天 当然可能也不太问题 也许有一天我可以脱离它 满布 适合 包吻 剁 冰lä histoire 后 Win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